對呀 對呀 這個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好搞笑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落在其中》 我是阿青 我是Emilia 上一集我們就說了 月經不正常的各種現象 今集我們最關心的就是 怎樣去解決這些問題 其實我媽媽那些經常說 月經不正常吃兩食 或者月經之後要吃紅棗補血 會有這樣的 對呀 我見到有觀眾問 這個紅棗是否能夠補血 對呀 就是這些人間 我們平時經常都聽到這些 民間小智慧 在中醫的角度 其實我們上一集說的那些 什麼量多 量少 延遲 提早 這些問題 是可以用什麼方法去解決的呢 其實 我們首先說一下 我們平時媽媽經常見我們 不要吃沙冷的東西 不要喝冷的東西 其實有沒有 對呀 沒用的其實 我不知道 其實很多韓國人 日本人 都一年四季都會喝冷的東西 是不是有時候 我可能來結束的時候 會覺得個人好像很生氣 我也想喝冷的東西 是怎樣的呢 我想知道 其實我們能不能喝冷的東西 是很視乎體質的 比如說一些身體壯健的女性 她們喝一些冷的東西 吃一些沙冷的東西 是OK的 我是不是說我嗎 哈哈哈哈 比較重 未必的 因為很難從一個人的表面上 看她到底是否寒 是否虧 但大部分女性都會 相對來說比較虧些 貴的 那你呢 哈哈哈哈 所以會虧一些 是的 會虧一些的 那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喝冷的東西 或者吃沙冷的東西 因為虧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那些韓食和沙冷的東西 會導致我們的缺 有一種凝固 因為韓性 我們中醫來說 有一種收縮凝固 那種概念 明白 但如果她 其實有些追蹤員跟我說 她已經沒有吃沙冷的東西 沒有飲凍的東西 她來MV的時候 仍然是 可能是很痛 或者出現了一些問題 或者有血塊 其實 是不是她真的極度寒 要不要吃薑去補一下 平衡 其實呢 飲凍的東西和吃沙冷的東西 只是一個外在 就是由飲食那方面影響的人 但是呢 其實令到我們這個凝固 即是有些血塊 有些啫喱狀 其實不止這兩個原因 譬如說 在我們工作期間 我們開很大的冷氣 就會令到那個行氣 都入到我們的身體 另一方面 就是可能她的人 本身就不夠氣 那你不夠氣 那你不夠氣 就推動不夠 不夠氣的意思是 我上氣不接下氣 是什麼叫不夠氣呢 不夠氣是我們說 整個機能的表現 就是說人很容易累 剛剛你所說的不夠氣 又或者 喘氣也是算的 也算是 就是無癌痕會喘氣 都是這樣 手腳冰冷的那些不夠氣 那些又不夠陽氣 那些又不夠陽氣 又不同的 又不同的 但是也是會令到 在身體裡面 那些寒的部分 會自然比較厲害 明白 那其實如果日常生活中 怎樣令到沒有那麼寒 就是可能 在環境入手 就是沒有那些冷氣之類 可能你說喘氣那些 可能做多些運動 是嗎 是 如果是 但是做運動也不會太過 可以太過 對 因為做運動太過 那你又會用身體裡面的氣 哦 明白明白 適量的運動 那其實如果他們有這個寒氣 太過多的問題 是應該是否要從飲食方面 有些什麼可以著手去做 是紅棗呢 還是薑呢 還是什麼 其實我們中醫來說 有分幾種說法 有些人就說 棗是用來補血那樣 就是紅棗那些 紅棗那樣 其實有些中醫就認為它是補氣的 就是紅棗是補氣的 所以無論哪一種說法 就是無論是補血那種說法 還是補氣那種說法 它一定是對人體 有一種補的性質在 是的 那就視乎 譬如說紅棗如果是補氣的 那就先補氣 然後呢 那些氣就會自己轉化成為血 哦 明白 但是呢 是不是有些人又說 你月經期間 如果太補 你又會不停 崩潰 哦 是啊 就是你期間不要吃那麼多紅棗 還是什麼呢 我們期間呢 可以吃紅棗 但是呢就不要吃一些活血的中藥 就是譬如說 如果我的月經本身已經很流暢的 那我們就不會建議病 去吃一些譬如說當歸啊 哦 或者是一些其他活血的藥物 因為你本身已經來得很流暢 那你再活血的時候 你就會令到那些血血出越多 那這些活血的東西 是之前吃的好一點 還是之後吃的好一點 其實通常那些很痛啊 或者痛到暈啊 那些其實都是因為不夠氣血 是不是 還是有幾種原因 有幾種原因 譬如說你痛到暈 有些人是痛 因為劇痛所以暈了 那有些人呢 真的走著走著覺得天船地轉 那就暈了 是啊 那如果是劇痛那樣暈呢 是怎樣 劇痛那樣暈呢 通常就是一些瘀血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不夠血的問題 那你裡面不夠血 那你就會扯著 就是捏著很痛 就會很痛 那如果不夠血 我剛剛想想一下 如果不夠血 是不是就是要吃一些補氣的東西 是的 期間吃還是之前吃 可以期間吃 也可以之前吃 就是隨時都吃得的 隨時都吃得的 就是補氣血的東西 那如果是那種 天船地轉雲呢 嗯 天船地轉雲呢 可能就是因為虛 因為它氣上不了頭腦 明白明白 那又可以做些什麼補充呢 它都是平時這樣調氧的 就是慢慢慢慢調 那通常去到你要暈倒的情況 其實都是比較嚴重的了 在醫學上來說 是的 那其實呢我想說一下 一般 假如說有一個病人 來尋求你協助 就想有些月事的問題 那樣 一般來說 就是當然有嚴重 有不嚴重的病人 一般來說 是多久可以康復 還是其實是不是 因為坊間有些迷思 就是說中藥其實就要吃一輩子 永遠調理這樣 不是 不會很快的 不會有一天是不需要吃的 是怎樣呢 我都有點confused 哦 我們中醫來講 通常就是靈得快的病 就走得快 哦 所以譬如說你出現了月經問題 一兩個月 立刻去看醫生 就會快 很快就康復 可能幾個星期就康復 可能吃兩劑三劑就康復 但是如果你是已經長期的 已經幾年的疾病 如果你的問題是簡單的 就是背後的原因是簡單的話 都是很快就康復 但是最怕那種就是 你又是長年累月 你又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壓力 然後你工作方面 又有不同的一些問題 多種因素 形成一個複雜的情況的時候 相對來說 你解決這個問題的時間 都要長一點的 哦 其實我剛剛聽你說的 好像是一個整體的生活態度 由你的生活習慣 到你的情緒 到你飲食 其實要在各方面都下很多功夫 才可以有一個好的身體 其實是的 我們一個健康的身體是 來之不易的 所以呢 各位男朋友 要對你們的伴侶 女朋友也 女朋友 不是 男生是沒有月經的 所以不用你了 哈哈 哈哈哈哈 是的 所以呢 我們一個月經的問題 可以引伸出我們身體 或者我們生活裡面 很多不同的原因 是的 我們呢 其實最終都是要找回 那個原因 導致了你身體發生了什麼事 那我們就對症下約 這樣就很快就很快了 明白 那我們今集可以趕到這裡先 好啊 我們下次再說 後續的事情 下次見 拜拜